兩間中的鱸魚沾粉後下鍋油炸 片開的魚肉炸到開花 廚房裡分工合作 較具難度的部分 只有由大廚親自操刀 最後勾點薄茜 酸甜的糖醋醬汁 淋在炸得金黃酥脆的鱸魚上 這道經典年菜糖醋魚 是由郭師傅和二廚合作完成 但如果是我們在超商賣場 預定的年菜 也會是由名廚親手料理嗎 不可能 我講說我能全部做完 你相信嗎 這個菜一定是那個師傅做的 你想想看 前台有多少定量 我可以一個人做嗎 翻看年菜末路 大大的名廚字樣好醒目 但一旁技術指導的小資 是要告訴消費者 這道菜是由名廚代言監製 因為我們是技術組指導 我們一定做好 做整個大概幾人份的量 先把它做好 然後接下來他就按照 按照我們給的方式 下一次做 其實想吃到 名廚親手做的菜不是沒有 只是通常都會限量 像郭師傅的餐廳年菜 就限定100套 別小看這個數量 餐廳團隊得花6天 趕工才能完成 如果是交由中央廚房 處理的年菜 則是得花兩個月提早準備 就是因為名廚光環誘人 賣場超商紛紛推出名廚年菜來搶客 職業保守提醒 不管是網路還是傳單 都一定要明顯標示 年菜是否由名廚親手製作 也要提供偽製廠商資訊 要是沒有清楚住民 最高可以開發業者50萬元 接著花燒屏紅軍偉台報導